怎麼樣?感覺如何? 感覺非常涼爽 非常涼爽爽 那除了這個美麗的服裝 然後性感的這個紅唇之外 其實這一次也獲得了我們的花語十大年度單曲 單練曲很好聽 那麼專輯當中其實被馴服的像 是大家選秀中很愛唱的一首作品 對 我都會想說 哇!這麼難唱的歌大家怎麼會願意選 我自己 我自己後來發現那首歌 是我遊戲來寫的最簡單的 好 就是比較輕快 對就是沒有太大的太寬的音韵 然後就是唱得很輕鬆又會寫 所以其實很開心謝謝 那其實這一次在這之前也和很多天后一起合作 一首為受虐婦女而做的歌曲 那要如何安排天后們之間的順序 譬如說錄音時間 角色的平衡 不用安排誰有空就來啊 其實我真的必須說這一次和 這些所謂的大姐們一起合作 讓我完全見識到他們的大器 他們就是其實因為我們這個project 是我們四個人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真的沒有分任何的 就說我是什麼天后 我一定要在什麼什麼時間到還是什麼 就是每個人都是非常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對 就是說讓我隨意擺過 OK再唱多一次 再唱十鬼 而且那麼難唱 每一位都那麼難唱 多唱幾高 他們就是那種好 就是要不管是唱和音要唱幾鬼 他們就非常非常的賣力 所以這次我覺得特別我們特別特別的團結 因為all for good cause 都是為了一個公益的對不對 這樣子的表現對不對 對 當然最後我再想一看 今天很多媒體朋友們也會想要問問看 一定會問到的 啥啥啥 金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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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感覺如何 有什麼樣的想法啦 對啊 很棒 不是我再一次得獎 真的不敢想 真的不敢想 我真的不敢想 我覺得在這幾年 就是我出道這幾年 沒有這幾年 只有那麼多年 還滿多年 就覺得非常 差不多 就覺得其實自己非常非常的幸運 然後就來自新加坡 然後我在這裡就跟大家一起做音樂 然後非常 就是很有 住在台灣 非常感受到台灣被我的愛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慶幸 對 就是還是在這個時候還可以入圍 只是我很擔心 因為之前就是我入圍的時候 後來就 就是很多朋友就傳簡訊說 怎樣 你要入圍 你會不會很麻木啦 然後那時候 對入圍得獎幾多次 其實那也還滿 我也被嚇到 因為我在想說 你們會這樣想嗎 還是你們 怎麼說 我怕大家會麻木 不會不會 就是怎麼說 就是感覺 怎麼又是你 然後可能就是會去 我覺得 就會忽略那個音樂 這樣子 好的音樂 我是一個很提心吊膽的一個人 因為其實就做音樂 真的就是 我只會做音樂 我沒有其他的花招 不會 就是這樣才好 這樣才會受到大家的肯定 因為是用音樂的實力 專注 謝謝 好 今天非常謝謝Tania 蔡劍亞 讓我們先再一次謝謝Tania 謝謝Tania 謝謝 所以其實我剛剛跟Vivi 我們聊天的時候 也有聊到 身為一個製作人的角度 尤其前一陣子 也是在內地 是歌唱選秀節目當中 有一點像是一個對導師一樣 去produce一些 這個新的歌手的視野上面 真的會有一些不同 不一樣 其實製作人 然後後來就是 在電視節目上 去做一個就是 去尋找 好歌曲 那個 其實那一段是非常非常挑戰我自己的 因為 在電視上 我喜歡在幕後 我是屬於幕後的那種個性 然後 那一次就把我推到電視機前 因為我有一點點的那個 機器恐懼症 對 所以 然後要臨場反應 然後 又說很多很多的中文 然後要很快的去 去評斷 一首就兩分鐘的時候 點評啊 然後表情 但是我覺得 經歷了 那一個 那個節目 就做過好歌曲的時候 我真的 後來發現 它真的讓我成長很多 因為 就是說 在音樂上面 你真的可以用更敏銳的耳朵 去很快的去聽出 一首歌的潛領 對 那我比較想問 譬如說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 獨立製作的樂團 或者是歌手 那麼在路面方面 有沒有比較 要一些意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譬如說 有的時候我們獨立製作的時候 會悶悶的 要如何展現明亮的音色 其實我真的好像可以 鼓勵更多的創作歌手 還有就是想錄音的這些朋友們 自己在自己的Studio 有自己的配備 對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環境的時候 你可以訓練自己說 你沒有 你沒有錄音室的壓力 你反而在自己的空間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那個東西 即便它花更長的時間 然後你會折磨自己 但是當你有自己的空間的時候 你可以用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想法去想更多的東西 而不是就是被別人啊 就是去影響 譬如說 錄音可能原本是四個小時 你現在可以用更多的時間 去折磨自己的音色 對 特別是現在有很多那種 就是科技的發展 其實會 在自己的Studio 是一個很方便很方便的一個set up 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錄音配備 這個我非常非常努力大家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混過來的 對 熬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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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啊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去看那個 Tanya 蔡劍亞的YouTube視頻 因為裡頭有個Tanya吉他爸 對 這我覺得好可怕 吉他小教師 吉他小教師 對 很受用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一些小技巧上面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說小技巧 因為我不算是一個專業的吉他手 但我覺得 很厲害 我之前就是會開始彈吉他 也是因為一個樂手跟我說 女孩子不懂音樂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證明給你 我會音樂 然後我就去買了一把吉他 然後自己摸自己摸 然後後來到了現在 其實後來發現說 有很多的朋友 因為遇到彈吉他的一些障礙 所以就停了 但是我想就是用一個方式 就是用比較威脅的方式 去跟他們分享 彈吉他不需要那麼的嚴肅 即便一個封閉的和弦 彈不起來 沒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更簡單 從那個角度去 真的 因為我有撞到包肉帶過 那我一定要拿 我希望我的成風已久的那把 可以因為這個Tanya 對不對 蔡建陽寶詩 然後可以來重新找到他的 這個重見光日的那一天 剛剛的演出 要不要最後跟我們分享一下 剛剛在小巨蛋舞台上面的演出的感覺 好不好 今天的 crowd 很美 像在台裡面 對 對 要謝謝製作單位 他們有特別的去設計LED 那個後面 只是我沒有看到 我就在彩排的時候看到 對 前面有一點點的狀況 就是那個 microphone 沒有聲音 所以我嚇到了一下 是是 然後後面就盡量的去表演 但今天我覺得就是 就是那個觀眾都非常非常的熱情 SG手就是 同樣的那個水平 非常非常棒 好 謝謝Tany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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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